赌球输了,负债好几万,我上天台买醉,遇到新搬来的漂亮女邻居,她说自己有世界杯的独家内幕消息,只要我答应假扮她七天的男朋友,她就买球帮我还债,我让她别开玩笑了,谁知她立刻当着我的面买了四场球,并且全部都买中了,我十分震惊,问假扮她的男朋友需要做什么? 她回答说,只要是情侣间能做的事,都可以做,今天,阿根廷将迎来守秀,对战沙特阿拉伯,看过球的人都知道,这是鸡蛋碰石头的一场球赛,坐拥巨星,梅西的阿根廷,肯定能把沙特吊起来打。 刚出的那款电脑配件和阿婆十四我早就寄予好久了,就等着今天的孤注一致,所以一大清早,我就跑了好几家连锁富士店,将信用卡,花呗的四万额度全部套了出来,加上自己的三万集蓄,七个达布溜,一股脑全部买了阿根廷。 我刚刚毕业不久,疫情又像是吃鸽式的空气屁,一波接着一波都不带泄气的,我现在只能凑那么多,不过从赔率来看,刚好够自己的预算,我怀着忐忑而激动的心情回出租房,就在我开门准备进屋的时候,身后突然传来一个软糯而甜美的声音。 帅哥,问一下,阿根廷和沙特踢球谁厉害? 我转头一看,顿时惊呆了,只见身后,一个女孩正已在门房上面寒微笑地看着我,她身穿橘黄色的洛丽塔裙,两个马尾垂到身前,身材高桃,美目流畔,每间还有一颗小痣,一瓶一笑之间,如一朵含苞待放的牡丹花, 我的心一下子就不争气地跳了起来,勉强挤出一个微笑回应,啊,阿根廷吧。 同时心里也在惊叹连连,这年头,居然连女生都在买球了,但是阿根廷的赔率好低,我可以不可以买这个沙特阿拉伯。 她看了看手机,皱着眉头道, 买呗,足球反着买,别墅靠大海。 我笑笑道,其实我就是看她长得挺可爱,想逗她一下,正常人谁会买沙特,不料她却小手在屏幕上点了几下, 然后冲我笑道,谢谢你哦帅哥,我叫韩倩,你叫啥? 赢了,请你喝奶茶。 看她那动作我不由得一愣,你不会真买了吧? 买了多少,但女孩并没有回答,只是冲我一笑过后就关上了房门,这时我才想到她有问过我名字,便又朝她的门喊了一声,我叫陈飞。 可门里却没了动静。 我只得她的口气,她要是真买了,不是给人送钱吗? 不过进屋后,我很快就把这事给抛到脑后去了,我先是把所有的钱全部买了阿根廷,或许是为了寻求心理安慰,压住过后,还去短视频平台上搜索了各种预测。 最终所有的结论都指向我希望的结果,阿根廷不可能输。 下午六点,我早早就坐在了电脑前,瓜子花生薯条啤酒摆了一桌,比赛开始不久,阿根廷攻势犀利并率先破门,我狠狠地为他们捏了一把汗,可到沙特扳回比分后,我的心开始忐忑起来。 直到时间来到52分40秒,沙特球员的那一脚远射,不知踢碎了多少和我一样的人的心,顿时,满桌的花生瓜子不香了,喝下肚的啤酒也是索然无味。 对,比赛结束,比分依旧锁定在一边,阿根廷输了,整个世界仿佛迎来了那个黄昏的至暗时刻,我带着剩下的三瓶啤酒走出屋子,来到天台,坐在忽兰上,痴痴地看着远处斑斓的城市灯光,手中啤酒被我麻木地一口又一口地灌进肚子,但依旧索然无味,完全浇不灭我心中的愁苦,七万啊。 以我现在不到五千块一个月的工资,得多久才能挣回来,然而,就在我苦笑着将酒瓶砸在地上时,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宛如戏拳清流的声音,帅哥是不是买球欠债,准备跳楼啊? 别激动,我可以帮你还的。 我回头一看,是白天那个女孩,韩倩,楼梯口的灯光下,韩倩正带着调皮的笑容看着我,她笑得很美,仿佛黑暗里的一束阳光,很温暖。 可惜我已经负债,在她面前只有自卑,即便被她一语点破,但为了面子,我还是矢口否认,谁要欠债跳楼了,我才没有。 本来打算雇你的,没想到你这么不诚实,那算了。 韩倩说玩小脑袋一片,看样子要准备转身离开,雇我,听到这话,我不禁双眼一亮,说直接帮我还账这的确不现实,但她要是让我帮她做事,那这话就很可信了。 关键是,因为疫情原因,公司也被要求停工到解封才上班,停工期间可是没有收入的,要是她真愿意雇我,能在停工期间干一份兼职,也不失为一桩美事,于是我连忙叫住了她,等等。 我跳下护栏问道,你想花钱雇我? 多少钱? 做什么? 做多久? 她转过头笑道,我可不顾不诚实的人,先告诉我你欠了多少? 不多,就四万。 我如实相告,反正都已经被拆穿了,再骗人家,就是故弄玄虚了,不如坦白一点,四万啊。 我算算,她拿起手机,应该是打开了计算器,丹麦打平三点七五,墨西哥那场二点六七,法国三点才开始, 赔率还这么少,那不买她了,阿拉伯赢的八千五,两场平局架起来,有八万多爱,够给你还账了。 看韩倩,看韩倩抱着手机在那里算,我有些发猛,你再算你能赢多少钱? 对啊,可惜我现在只有刚赢的八千五,不然就可以多赢些。 刚赢的,你除了那八千五,就没钱了。 没了啊,真没了,真没了。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,不诚实吗? 咱可是老实的孩子,那万一你输了呢? 岂不是饿肚子? 她两眼一白,笑话,怎么可能会输? 我听后反而真笑了,我买阿根廷的时候,也认为不会输。 这能一样吗? 我可是有独家的内幕消息,避重。 你别天真了,你要真有白天还会问我。 听我这么一说,她突然沉默了,漂亮的大眼睛直勾勾钉了,我好久才悠悠到。 我想说,其实白天我就是故意想跟你搭讪,你信吗? 跟她这样对视,心里不禁升起一抹涟漪,我别过眼睛,轻轻呕了一声,她却突然眼嘴一笑,我开玩笑的了,瞧你这怂样,以后怎么女朋友? 跟你有什么关系,我嘴翘道,被她嘲讽,母胎搜罗二十年的我,不免有些脸红。 不过我也理所当然地认为,她只有那八千五也是在开玩笑,算了,不跟你争了。 她收起手机道,走,一起去买奶茶和零食,然后一起看球。 啊,我睁大了眼,一时间没反应过来,真不是我反应迟钝。 而是她不但说要帮我还账,还要陪我一起看球,让我感觉好不真实,看着眼前的可爱美少女,我有些眼神迷离,这完全就是我心目中完美的女朋友形象啊。 一起买零食,一起看球,冲着两点,就算她不帮我还账,我都感觉自己可以为她做任何事,又怎么会拒绝,于是立刻就答应了。 然而到了奶茶店,她却突然顿住脚步,我提现一下,不然一会点了东西,我俩都没钱就尴尬了。 你真只有那八千五,我有些难以置信,给你说了我很老实了,让你信任我有这么难吗? 说话间,她手机传来一声灵响,她看了过后,把提现到账的画面在我面前晃了晃,没骗你吧? 提现了五百,一会喝完奶茶,再买点零食,我俩好一起看球。 我接过手机一看,果然提现了五百,剩下的八千,被她全部买足球了,买的丹麦占平突尼斯,面对我诧异的眼神,她却只是傲慢地一哼,然后走进了奶茶店,我糊里糊涂地跟了进去。 买完奶茶后,我们又去附近的小超市,买了一堆零食,结账的时候,收银员还去逗我,呦小哥,你怎么好意思让你女朋友结账啊? 我一时间竟不知道怎么回答,不料她却接口道,你看她那怂样,有管钱的权利吗? 这啥跟啥呀?我小声地嘟囊,但心里还是美滋滋地,提着大包小包的零食袋,跟着回到租屋。 她让我开门,然后毫不避讳地进了我的房间,有点乱,我收拾一下。 我连忙放下零食袋,想去把桌子上的瓜子壳什么的清理一下,同时心里也在暗自庆幸,幸好昨天为了舒舒服服地看球赛搞了次大扫除,不然要被她看到一堆堆的纸巾啊什么的,都不知道自己两块老脸往哪放。 我来吧,她冲我一笑,然后轻车熟路地拿起垃圾篓清理起来,我再次愣住了,她是一点也不见外嘛,看着她忙碌的背影,我心里不禁想,要是有个这样的女朋友,该多好。 很快,球赛开始了,我让她坐椅子,自己则找了个小凳子在旁边看,事实上,除了阿根廷,还有葡萄牙这种有巨星的球队,其他国家的球队我是不太了解的,我也不知道他们谁的纸面实力厉害一些,上半场还好,我觉得不管谁进球,另外一边还有机会打平,而到了下半场七十几分钟后。 我的心就开始紧张起来,她是不是只有八千我不确定,但从她之前的话来看,要是赢了球,大概真的会顾我,所以我当然是盼着她赢,每次有一方冲到对面进去我都会把心提到嗓子眼,生怕一脚射进去,或者是来个点球什么的,这种时间,万一一方进球了,恐怕很难追平, 可一旁的韩倩却丝毫不在意输赢的样子,她叠着双脚靠在我的桌子上,似乎看得很投入,有的球员盘带不慎丢球,她会哈哈大笑说人家菜,有球员不慎受伤时,她会无嘴惊呼说那个大叔好可怜。 好在,有惊无险,一整局加补时,双方愣是一个球没进,零比零,韩倩压对了。 按赔率,她的八千块变成了三万多块,我看她从指跳跃,准备把那三万块压到墨西哥那场的平局上面去时,连忙制止,她让她见好就收,她却瞪我一眼,说我还是不信任她,无奈之下,我只得怀着忐忑的心情,继续和她看下一场球赛,她依然如之前一样轻松,那可是三万块啊。 普通人都不免会露出一丝担忧吧,她是怎么做到这种势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的,看着她悠哉的神情。 我不禁有一种她其实很有钱的错觉,随着时间悄然流逝,当比赛结束,哨声终于响起,墨西哥和波兰跟上一场一样,依旧是战成了零比零,颗粒未尽,真的是平局,我的天! 你是怎么做到的,难道你真的有内幕? 我激动的双手发颤地抓住她的偶臂,一时间竟完全忘了自己是今天才认识人家,看你这没出息的样子,又不是你压重了。 尽管没有挣脱我,可她的话却如一盆凉水浇在我头上,让我的激动瞬间掩起息鼓,对,对不起。 意识到失态的我连忙放开她的手臂,有些无所适从,好在她很快又笑道,好了,不是说了会帮你还债的吗? 我双眼再次燃起炙热的光芒,真的吗?但我是有条件的哦。 嗯,我知道,只要不犯法,我一定帮你办。 其实我是想说什么事都可以为她做,但想了想,还是加了一个前提,万一她真要我去杀人呢,谁知她奄然一笑,很简单,做我一个新妻的男朋友。 做你一个新妻的男朋友,你不会让我去见你父母吧? 我做梦也没想到,竟然是这样的要求,说实话,即便是要我去糊弄她父母也不难,只是有些自卑,怕因为自己太差劲而露线,你想多了,只是让你想男朋友一样,陪我一个星期而已。 像男朋友一样,陪你一个星期,那需要我做些什么? 这个,她犹豫了一下,随后凑近我,用她那大眼睛看着我的双眼,悠悠道,只要是情侣间能做的事,你都可以做。 不,不是吧? 我幸幸地回答,同时眼神也有些躲闪,因为她的话加上她诱人的眼神,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那些歪歪的事,就知道让你信我很难。 说话间,她突然伸手捧住我的脑袋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堵住了我的嘴,温润,柔美的触感带着满鼻芬芳,令我的脑袋瞬间暂停了所有思考,在长达数分钟过后,我真的上头了。 带着她后退几步,然后倒在了床上,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,世界仿佛只剩下了我俩,我们眼里只有彼此,第二天,我刚刚行转,就闻到了一股香喷喷的味道。 整眼刚好看到韩倩穿着围裙,把一盘菜放在桌子上,应该是在自己屋子做好饭端过来的,因为她穿的短摆落力塔裙的缘故,杂看像是抽象版的女仆装,直看得让人心痒痒,见我坐起来,她冲我一笑道,醒了呀。 那就快去洗漱一下,准备吃饭了,你故我做你男朋友,还要亲手帮我做饭?为什么对我这么好?因为你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。 真的假的,我是在做梦吗?她答应帮我还那四万块,我只是感激,和她睡了。 我也只认为是我俩一时冲动,可现在看到她一早就先起来给我做饭,我真的感动了,热泪盈眶那种,不料她却双眼一番,没好气骂倒,还在那里卖乖。 什么做梦,昨晚还没做够吗?赶紧去洗脸刷牙。 好,好。 我赶忙起身,随便洗漱了一番,然后接过她递来的筷子,跟她一起吃起来,简陋的出租屋,简单的炒牛肉,炒菜心,紫菜蛋花汤,却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温馨,她加了一块牛肉喂我,好吃吗? 嗯嗯,好吃,我满口答应,那就多吃点。 她炒笛确实好吃,好吃到爆,可我心里却感觉一切都好像很不真实,甚至在怀疑自己上辈子是不是真的拯救了银河系,见我她对我这么好,我忍不住问我俩是不是能成为真正的情侣。 她却笑笑说,只有七天,七天过后就跟我分道扬镳,我有些惋惜的说不知道是她太绝情,还是我太幸运遇到了男人最梦寐以求的事情。 她问什么是男人最梦寐以求的事,我告诉她就是完事过后不用负责,她听后一脸埋怨,说我要一直抱着这种想法,就咒我一辈子找不到女朋友。 饭后韩剑去洗碗,让我换衣服准备出门,出门干嘛? 我问道,现在疫情严重,一不小心可能就痒了,没事猫在家里,无疑是最安全的。 她一边洗碗,一边回答道,早上我看了你衣柜的衣服,没一件像样,再也不帮你改造一下,你以后怎么找女朋友。 听了这话,我忍不住再次看向她,难道她只是为了体验一下同居的生活吗? 此刻,她围裙下那对令人遐想的戏腿,正随手上的动作在轻颤,我见此,心里一股冲动油然而生,于是慢慢走过去,从后面抱住了她。 如果不喜欢我,不决定跟我在一起,为什么又为我做这么多? 我在她耳边轻轻地问道,讨厌,你别闹,韩倩没有回答,医生轻哼后想要扒开我,可她的话以及身体的触感令我心里的冲动更胜了,恍如天雷勾地火,一发不可收拾。 我跟她融在了一起,下午,我俩来到商场,似乎因为最近政策有所改变,不少人都觉得待在家里安全。 就连我们这边最大的商场都没多少人,商场里的服装超市更是一个人都没有,唯一的售货员都是坐在把台打短。 韩倩耐心地挑衣服给我是,一件又一件,她这不好那不好地在碎碎念着,但我却一点也没觉得她烦,而是由衷地体验到吃软饭的感觉,真好。 因为人不多,我是衣服的时候并没有关门,在试一套里外配套的衣服时,在刚刚脱下衣服,韩倩突然闯了进来,她摸着我的凹凸不平的小腹,两眼饭吃地说, 哇塞,我之前怎么没注意,你居然有腹肌。 自从疫情爆发过后,我只想让自己免疫力增强一点,以免在染上病毒后没有反抗的余地,却没想到无心插溜溜成因。 竟被我练出了腹肌,看她那花痴样,我心里泛起一抹骄傲,便笑着在她脑门上谈了一下道, 别闹,先看看我穿这件衣服怎么样。 买完衣服,我们又一起去菜市场买菜,我是做梦,也想不到,这个赌三万块眼都不眨一下的女孩, 怎么会跟卖菜阿姨为三毛钱再喋喋不休地杀架,末了居然还余怒未消地朝我埋怨道, 我在为咱俩省钱,你却在看戏,今晚不许你上来。 我有点纳闷,至于吗?不过她也只是说其话,晚上她还是紧紧地抱着我。 好像怕我飞了一样,接下来几天里,哪怕没什么可买的,她也会坚持拉着我出去, 以前还不觉得,现在有了她,我发现我更加怕死了。 我说,要是没事的话,咱们就不出去了吧,但我在合理的逻辑在她面前都毫无用处, 她指一句话,直接把我拿捏得死死的,你那四万块的债是想自己还是吧? 听到这句话,就是上刀山下油锅,我也指得从她,我曾问她,你就不怕被感染吗? 她的回答是,能拉着你垫背,对我来说一点也不亏。 这话听起来不好听,却能让人感动得老泪纵横,一个女人愿意和你一起死,这是什么? 这就是爱情。 没有麻花那种爱情。 有了商场是一间的那次刺激的体验,我俩也变得大胆起来。 公园,小树林,天台,能想到的地方我俩都试了一遍,还随时随地地会玩一些角色扮演什么的。 总之短短几天,我铸藏了二十年的积蓄,全冲了宫。 但不得不说,这是我从出生到现在,最最幸福的日子,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过下去。 等到了第七天,他会亲口宣布我成为他的正宫,然后我俩一起为彼此的未来而奋斗。 可一个人的出现,却让我彻底破灭了心中所有的幻想,同时也明白了,为什么我会遇到韩倩以及他赌球能赢的秘密。 那天正好是第七天,我和韩倩去游乐场玩回来,途中他去上厕所,我就趁间隙去不远处的超市买口香糖,回去的时候,见到韩倩已上完厕所,正朝我走来。 他把自己原本竖着的马尾便解开了,披在肩上,怎么上个厕所还要换个发型吗? 我笑着招呼道,不料他却略显疑惑地躲得远远地,像看陌生人一样地看着我,你谁呀?我好像不认识吧。 哈哈哈哈,我大笑道,别玩了,咱们回家再玩角色扮演,这次你扮警察,我扮小偷好吧。 神经病,他丢下这句话,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,我健壮连忙跑过去拉住他,哎,别闹了,我们先回家行步。 谁知道他反应异常激烈,一股大力正开了我的手,带着一脸怒意冲我吼道,你别以为我好欺负我跟你说,再拉拉扯扯的,我可要叫人了。 我愣住了,要不是看到他眉间有那颗小智,我还以为我认错人了,看来他是要跟我演到底了。 不过他这次演技倒是不错,都快赶上影后了,于是我再次上前,一把拽住他,再不乖乖跟我回去,我可要用强了哈。 这是我俩角色扮演的时候常用的说法,可听了这话,他反应更加激烈了,你再敢靠近我一步,我就喊人报警告你骚扰。 从这反应来看,压根就不像是演戏了,我有些难以置信,这是入戏太深,还是太过逼真,而他只是狠狠瞪了我一眼,然后急不走开,然而,就在我看着他的背影,处于猛逼状态的时候,身后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,诱惑。 我才刚刚离开一会儿,你就背着我去骚扰别的妹子。 我回头一看,顿时傻眼,后面竟然再次出现了一个韩倩,只是这个韩倩还留着他的双马尾,只是,他现在的神情也是一点都不像跟我开玩笑的样子,他铁青着脸,很生气。 你,你,你都看见了,刚刚那个,其实我是想表达他俩掌的一模一样,连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,不料韩倩却朝我劈头盖脸地骂道,是,我都看见了,看见你背着我勾打别的女人。 冲我骂完,在我愣神之际,他转身就跑,我见状连忙追了上去,倩倩,你等等,你听我解释啊。 我俩一千一后,一直跑到了他的出租房里,只是他关着门,无论我怎么说,他都不让我进去,最后我解释说,我是看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他,把那个女孩当成了他而已。 不料刚说完这句,韩倩就在屋里哭了起来,哭得很伤心,我在外面足足等了差不多三个多小时,期间敲门哄了他无数次,可他依旧没有止住哭声,也没让我进去,直到他突然在房里发出爱一声惊叫,我以为他出什么事了,连忙急急地喊,并打算使劲撞门进去,可就在我卯足力气撞门那一刻。 门却被韩倩打开了,我直接甩了一个狗吃屎,我趴在地上,听到他又扑哧一声笑了起来,回头看他笑中带泪的样子,我心里忍不住产生了一抹涟漪,起来一把抱住了他,在他耳边低语,傻瓜,你对这么好,我怎么舍得背叛你? 我哪里对你好了?你的账我还没帮你还呢?他一脸忧怨地回应道,我替他擦了擦眼泪,一脸宠溺,说啥呢?就算你一分钱没给我都无所谓,你到现在还认为我是为了那四万块钱吗? 不是我也要给你,然后我们就两清了,以后你去抱别的姑娘,也不用害怕是背叛我了。 他说着,拿出手机小手一点,赚了直接赚了七万块给我,你这是…… 不知道为什么,看到那七万块钱,我心里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,我感觉这七天真的就是个梦,现在,我的梦该醒了。 果不其然,他正正地看了好久过后,才对我说道,我原本是想利用刚刚的误会离开你,可我又很不下心来。 快没有时间了,我还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吧。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,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,但它就是真的,真的不能再真了。 我预感到,这些天来的所有疑惑,都将在这一刻解开,于是郑重地向他点了点头,其实,现在的我已经死了。 又或者说,我其实是个穿越者,从两年后穿越过来的,但我不是灵魂体,而是有血有肉的人。 我只有七天时间,七天过后,我就将烟消云散了。 也就是在刚刚,我发现我的手透明了一些,应该是走到了尽头,说话间,他抬起自己的双手,摆在我面前,我这才发现,韩倩的手,特别是边缘轮廓,已经有了透明的迹象。 我震惊的无以复加,难以置信,假,假的吧。 你别闹,这不好玩,一个活生生的人,我最心爱的女,她给了我美的幸福日子,却只有短暂的七天,就要离我而去,而且是直接消失,再也不会见到。 这未免太过荒唐,我没闹,我也很舍不得你,可不论你信不信,这就是真的。 还记得你在街上遇到的女孩吗? 她就是你这个时间的我,说话间,她的泪止不住地开始往下流,满是泪花的毛子里,倒映着我的样子,满含浓浓地不舍。 我颤抖着双唇,她身体在我的视野里开始出现重影,不可能有这么下,且连痣都长在一个地方的人,所以我信了,也流泪了,于是我抱着她,安静地听她诉说,在未来,我遇到了你,我们相识,相爱。 但我不让你碰我,说要把最美的自己,在结婚的时候,给你。 可其实我不大害怕,还自卑,因为我早就不干净了,怕你得到我后,又不要我。 有一天,我们因为这件事吵架,我赌气跑出去,你追了出来。 我闯了人行横道的红灯,你不要命地把我铺开。 我得救了,可你却被撞成了植物人。 好不容易有一个愿意为我付出生命的人,我却没有珍惜,不敢全身心地信任你。 我很后悔,我拔掉了你的氧气罩,割了自己的腕,我想要和你一起死,希望我们来生再做爱人,到时候我会把最美好的自己给你。 但就在我生命流尽的那一刻,一个声音告诉我,可以给我七天时间,让我回到两年前来,找你弥补遗憾。 我终于找到了你,并且是在你最艰难的时候。 你告诉我过我,两年前你曾因为自己赌球输了,没钱交房租,被房东赶了出去,在寒冬腊月的大街上,睡了整整一个月的地板。 幸好我记得这天的足球比分,于是去做了三天临工,拿到了六百块钱,用五百块交这七天的房租了,剩下一百用来赌球,帮你把你输掉的钱赢回来,你就不用睡打街了。 就在韩倩说完这句话的时候,我忽然感觉怀里一空,韩倩的身体突然就那么凭空消失了,不。 倩倩,倩倩,你不要走,我什么都不要,我只要你,你回来啊。 可无论我双手如何在空中疯狂抓,疯狂地喊,都无济于事。 沉飞,好好活下去,不要再去赌球了。 虚空中,韩倩的话再次传来,但却越来越弱,直至最后一个字彻底消失,韩倩突然出现,又突然离开,开始的一整个月,我的灵魂仿佛都被他带走了。 只剩下一个躯窍,他租的房间,我去找房东租了下来,里面有不少他留下来的东西,那是我对他唯一的念想,一个月后,我终于想通了。 韩倩用生命走后的精力为我还了债务,就是要我过得更好,我不能辜负他。 于是我依然辞了职,直接开始我的写作生涯,我要用余生投入我喜欢的事情里面去,我要写很多故事。 哪怕只有一个故事感动到人,我就算成功了,半年后,夏天的一个傍晚,我领了刚刚发下来的稿费,打算出去狂吃海喝一顿,却在点完餐后, 看见一个身穿洛莉塔的身影,坐到了临桌,他长发披肩,眉心有一个小致,韩倩。 我忙走过去,坐到他面前,迫不及待地问道,你,你认识我吗? 他皱起眉头,你谁呀? 我让你坐我位置了吗? 呃,对不起。 我道了歉,失落地叹息一声,起身离开,不料后者忽然叫住了我,喂? 恩,我回头望去。 你怎么知道我叫韩倩? 他突然问道,文言我轻轻一笑道,这个说来话长,一顿饭的功夫应该可以说完。 好啊,你买单我就听。 他挑衅性地说道,我点头一笑,坐了回去,很高兴能跟你一起吃饭。 那你现在可以开始说了吗? 他开口问道,好。 在说之前,我想问问,你看过世界杯吗? 了解,梅西,内玛尔,C罗对吧? 他骄傲地列出了几个球星的名字,这是要从去年的世界杯说起。 我一边开口说话,一边把手伸进自己的皮包,皮包里,有一张我半年前捡到的身份证,当时仅仅只是看到他青春的照片,我就喜欢上了他,并发誓,一定要找到这个叫韩倩的女孩。 我笑了笑,开口说起了一个叫赌球少女的故事。 那天,阿根廷刚好迎来世界杯小组赛,我正准备用全部的家当买阿根廷,不料我隔壁新搬来一个女孩。